就算是在17-18世紀 刺槍也從來不是殺傷敵軍的主要手段 就像上面提到的村莊爭奪戰 這種短兵槍皆一片混亂的男男激情對決 槍托、刀、甚至是拳頭或牙齒的實用度 也不輸固定在槍口的刺刀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估計 在那個沒有自動武器的年代 刺刀造成的殺傷也不超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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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期的節目 我是Sam 相信這幾天大家都被那根又黑又長的東西 瘋狂吸板 沒錯 今天我們就從最初的根源 開始來聊聊刺刀 在刺刀出現之前呢 有很長一段時間 火槍兵跟弓箭手一樣 要仰賴長槍兵的保護 去抵抗起兵的衝鋒 火槍與長槍的比例是當時重要的課題 但隨著武火器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 長槍兵的比例越來越少 這時候就有人想到了 為什麼我們不要直接把火槍變成長槍呢 於是呢 在17世紀 很會玩的法國人 就發明了這種插入型刺刀 這個形狀呢 設計得十分合理 也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並沒有 但這個刺刀有一個缺點 在裝上刺刀後 步槍無法發射子彈 不過對於當時的黑火藥槍來說 重新裝填再次射擊下一發 需要很長的時間 火槍射不到兩發 對方的騎兵就已經衝上來了 因此直接把槍裝上刺刀 讓隨便就超過150公分的火槍 代替一下長槍 也是合情合理的 到了18世紀 刺刀迎來了第二次的改版 刺刀變成用卡榫套桶連接在槍口上 上刺刀後 也不影響射擊 射完馬上就可以開始勇猛突刺 很快就變成了各國步兵的標配 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中 英國威靈頓公爵使用刺刀方陣 成功抵禦了法國騎兵的攻擊 同樣也是在滑鐵盧戰役中 普軍與法軍也在村莊爭奪戰 上刺刀近距離激情對決 BUT就是這個BUT 就算是在17、18世紀 刺槍也從來不是殺傷敵軍的主要手段 就像上面提到的村莊爭奪戰 這種短兵槍接一片混亂的男男激情對決 槍托、刀、甚至是拳頭或牙齒的實用度 也不輸固定在槍口的刺刀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估計 在那個沒有自動武器的年代 刺刀造成的殺傷也不超過一% 刺刀衝鋒成不成功 更多是建立在兩方士氣的高低 先來一波遠距離炮火打擊 再來排隊向前近距離射擊 打破對方陣型後進行刺刀衝鋒 人多得贏人少得輸 刺刀反而更多是心理威懾作用而已 到了19世紀自動武器出現 馬克星機槍變成了全場最佳 連發明了義和團的清朝都知道要用機槍 士兵進行刺刀戰的機會又更低了 要刺刀戰首先你要穿過機槍火炮 重重火網組成的無人帶 好不容易跳到了對方的戰壕內 想說終於可以掏出我的刺刀 展現一下氣刀體一致的刺槍術了 你麻直接一巴掌拍在你頭上 拿出鼎鼎大名的戰壕清理器 M1897限彈槍 12號限彈6發裝子彈 近距離無敵掃平一切阻礙 這還不夠的話也可以掏出火焰噴射器 對手不用拖光光也能進烤箱 刺刀對決戰壕裡的兩大殺器高下力判 而到了二戰 刺槍術更是大行升威 日軍的萬歲衝鋒 讓美軍的機槍一夜之間收頭無數 每個用了萬歲衝鋒的日軍都沒有差平 面對訓練有數的軍隊 刺刀完全喪失了威嚇敵人的能力 效果反而是讓美軍戰果太豐厚 在戰後換上了PTSD吧 快轉到近代 刺刀最常出現的場合是閱兵典禮 戰場上最常用到的功能是剪鐵絲開罐頭 就是沒有拿來戳人的 無二戰場的壯漢們 短兵相接互相招呼的也是頭刀跟拔蠟 真的沒有空先上刺刀再激情互搏 刺刀真的只是一個多餘的重量 連帶都不帶的 刺槍術的支持者常常會說 英軍在福克蘭或是伊拉克阿富汗 也都有刺刀衝鋒退敵的紀錄 萬一彈鏡圓絕怎麼辦 但是保有刺槍訓練的各國 在訓練時著重的都是殺氣 對著假人猛砍猛刺的痕跡 或是直接拿上角力棒 拳拳倒肉的隊列 跟國軍現行這種 著重在動作有沒有整齊 殺身有沒有大聲 像是在跳大會操的刺槍表演 天差地別 而且縱觀1950年後 全球大大小小的戰鬥 不說10萬也有個1萬場吧 裡面就只有不到10例使用刺刀的紀錄 這個比例換算成國軍一年一無一的訓練時數 大概就是教大家萬不得已時怎麼上刺刀 然後記得用這個尖尖的地方搓人 至於什麼彈鏡圓絕的最後手段 205場每年可以產出4000萬發 5.56部槍彈 子彈絕對足夠 真的這麼擔心彈鏡圓絕 也是先搞好後勤補給系統 不是先一起來跳刺槍操吧 大家也可以參考我們去年 與兩位台藝美軍做的訪談 小隊配合 戰傷救護 各式裝備的使用等等 現在軍隊要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當兵一年 練了很多的刺槍術 跟當兵一年 學了戰傷救護 如何戰術配合 如何操作各式裝備 那可會讓人比較有信心呢 在陷害戰爭中一定會碰到這一台 一定會有一些這種UOMO 他會有那個鐵圖 你要去B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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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個GATE 你要進去 在你BREACH之前 他就會開始丟CS GAT 在那邊 Oh my god 對 用武器系統啊 什麼在各種環境 什麼 像是什麼BREACH 我們就喊看BREACH BREACH BREACH I've been team bounding Squad bounding 再到 Company bounding 所以就是 從個人 然後再到小組的戰鬥 再到可能班級的戰鬥 再到更大更大 對 所以對新的士兵來說 他們會更了解 OK大家在幹什麼 而看到這邊 還是堅持刺槍術 傳統不可廢的前輩們 小弟沒有忘記你們 告訴你們個好消息 二戰日軍 早就發明了最強的刺槍術 最經典的體驗 留給熱愛傳統的你 沒錯 就是昭和快樂棒 四次刺而起 把地雷放在槍間 一槍刺爆坦克啊 想想都刺激 不只陸戰 還設計了水下版本的浮龍 刺坦克刺快艇 只有在對空方面 稍微輸給了刺針飛彈而已 用過的都沒有抱怨 完全零負貧武器 歡迎大家分享給你身邊 不放棄刺槍術傳承的前輩們 總之看到國軍去年 但也希望能像射擊訓練一樣 有好的改革配套 而不只是換個名稱 繼續進行低效益的訓練 混吃等死 大家覺得什麼樣的訓練 是目前最需要的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小力最近也和槍彈工藝合作 推出了一些用9毫米空間彈 做出的酷東西 連結放在下面 歡迎大家去看看 好了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不要忘了按讚訂閱 我們下期見 掰掰